刚刚,武僧翼龙惨败被KO,百万奖金被泰拳王抢走格斗世界训,2018年6月2日,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重庆战,在重庆中线打下,当晚的头条压周大战,是中国著名搏击明星翼龙,与泰国泰拳四大天王之一狼王杀鱼狼的对决,这场比赛在赛前引起大量全迷的讨论,可以说是关注度极高, 而武林峰的赞助商牛刘栓先生,为了这场比赛,赞助了高达1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,而赢得这场大战的获胜者,将会捧走这百万大奖,面对百万大奖,泰拳狼王杀鱼狼,可谓是一场亢奋,在比赛一开始,就不断施展重拳重腿,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终结翼龙,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杀鱼狼,翼龙冷静应战, 在不断防守住沙鱼狼攻势的同时,还不断组织反击攻势,但是沙鱼狼并没有给翼龙喘息的机会,反而不断加强自己的进攻力道和节奏,随着比赛的进行,翼龙头部防守的漏洞开始出现,而沙鱼狼则抓住这个机会,不断地使用又冷又重的高扫腿,试图中击翼龙, 向上演西提猜KO翼龙的那一幕,面对沙鱼狼逐步加强了密集攻势,翼龙的处境也愈加危险,终于,在比赛进行到第一回合2分20秒时, 沙鱼狼抓住翼龙的头部防守空档,以一记高扫踢成功中击翼龙,将其击倒,被沙鱼狼高扫中击倒地的翼龙, 在站起来后脚步发软,摇摇晃晃,最终被裁判终止比赛,而沙鱼狼也因此,以第一回合KO的方式,战胜了翼龙,赢得了这场比赛和高达1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,格斗世界报道。